被管家带进别墅时 我被假千金迎面而来的玩具砸中了脸 滚出去 我是爸爸妈妈唯一的孩子 我不允许你进我家 我搜索了一下身体 墙人泪水着没敢喊疼 这幅委屈的模样 瞬间让那亲生父母红了眼 果然会哭的孩子才会有糖吃 这一事 我要千百倍奉还假千金对我所做的一切 玩具锋利的边缘划伤了我的脸颊 渗出鲜红的血丝来 看着那张与她如出一辙的脸被割伤 我的亲生母亲瞬间坐不住了 什么吗 你在做什么 医生不算是严厉的立合 却让什么梦愣一下 随即冰冷怨毒的视线就朝着我头来 我因为这场飞来横祸而吓得红了眼眶 瑟缩在一旁 红着眼睛强人泪水 连伸手去擦拭一下血迹都不敢 这幅委屈的模样 瞬间让我的亲生父母红了眼睛 亲妈紧紧的让我搂进怀里 不住的响声啜泣 也不知道她究竟是在懊悔自己 不小心将我弄丢 还是在心疼我过往的遭遇呢 可能都有的吧 毕竟上一世 他们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对我很好 但最后的结局 就是我死在了他们对假千金的偏宠之中 毕竟从小养到大的孩子是沈萌萌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的人是沈萌萌 我只不过是这样的血缘关系 为非作歹 甚至不爱惜自己 自甘堕落的 沈家的耻辱罢了 所以死不足惜 沈萌萌被这样一喝 在被这样的场景一刺激 愤怒瞬间染红了她的双眼 她猛的跑过来 狠狠的将我从妈妈的怀中拉出来 在狠狠一推 我的被磕在了茶几角 生疼 沈萌萌红着眼睛 怒气冲冲的指着我 从我的家里滚出去 爸爸妈妈是我的 我才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你这个冒牌货给我滚出去 听到冒牌货这三个字 爸妈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我垂下了毛子 暗暗发笑 面上却没有显露分毫 对不起对不起 我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 脆弱的皮肤被磕破了皮 鲜红的颜色渗透了单薄劣质的衣衫 红了一片 我红着眼睛不停地道歉 是我打扰了你们一家人团聚 对不起 但是我也真的很想要爸爸妈妈 这一番话下来 爸妈的眼神变了 看着我的眼神愈发了疼惜了 他们现在对我满心愧疚 而我则需要将这份愧疚利用到极致 将沈萌萌从这里赶出 沈萌萌是在我四岁那年走丢 一年之后被我的亲生父母给抱回来的 而很巧的是 将沈萌萌介绍给我的亲生爸妈的人 就是诱拐我的人 烂人也正是沈萌萌的亲生母亲 沈家的保姆 前世的我知道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知道 沈萌萌和他妈妈狼狈为奸 抢走了我的身份 顶替了我的生活 还一门心思地想要置我于死地 到了最后 他们还是如愿了 我死了 就不会再有人跟沈萌萌 抢夺沈家的家产了 可这一时 我重生了 如今的沈萌萌还小 没有以后那些肮脏龌龊的手段 只会哭闹吸引爸妈的注意力 那如他所愿 爸妈带着我们上楼 停在了沈萌萌的卧室面前 粉色门框上 还挂着鲜亮版的芭比娃娃 沈萌萌双手插腰挡在门口 恶狠狠地盯着我 这是我的房间 我不许他进去 妈妈温声解释 萌萌 隔壁房间在装修 你让妹妹先和你睡一个房间 好不好 沈萌萌大喊 不要不要 这是我的房间 谁也不能抢走 沈萌萌开始哭闹 在地上打滚撒泼 爸妈无奈地叹息了声 我指着边上的杂物间 乖巧又怯懦 这是我的房间吗 小小的杂物间里 摆满了杂物 堪堪能走路 爸妈有些震惊地看着我 我指着杂物间最里面的窗户 真诚道 爸妈是觉得我很乖 才奖励我有窗户的房间吗 爸妈不由为之动容 希希 这是杂物间 没办法睡人 我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他们 诚恳道 可以睡的 只要把身体全缩起来 躲在角落里就可以了 说着 我就缩成了一团 和这些杂物融成了一块 得意地抬起小下巴 这样院长找不到我们 就不会打我们了 妈妈心疼地把我抱了起来 希希以前受苦了 以后不睡杂物间了 爸妈给你准备了房间 我用力地搂着妈妈的脖子 感受着怀里的温度 原来被妈妈抱是这样的感觉呀 以后我也是有妈妈的孩子了 我不是孤儿了 妈妈瞬间眼睛就红了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都怪我们不好 让希希在外面遭了这么多罪 以后爸妈会加倍对你好 把这几年缺失的都给你补回来 我伸手帮妈妈擦拭着眼泪 乖巧道 妈妈别哭 我低垂着眸子 看着已经气得咬牙切齿的什么吗 这才哪到哪 都让过一次人生了 那么主卧算什么 客户床也很大 只是没有浴缸而已 妈妈帮我把新衣服送到浴室 教我怎么用花洒 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花洒 又立刻锁回了手 妈妈心疼地看着我 希希 以后这就是你家了 别害怕 花洒的温度刚刚好 不烫也不凉 我惊呼道 妈妈 怎么是热水呀 妈妈面露疑惑 这么了 我认真的解释 便长说了 小孩子只能用冷水洗澡 热水是留给大人的 妈妈你快洗澡 等会水不热了 你会感冒的 妈妈声音有些沙哑 你都是用冷水洗澡的吗 那冬天怎么办 我一脸理所当然到 冬天我们一起洗澡 就不冷了 妈妈抱着我哽咽 哭得很伤心 我安静地助力着 嘴角勾了勾 怜悯 同情心就和烟花一样短暂 那就让我再来天上一把火吧 妈妈 你可以帮我洗澡吗 我身上脏脏的 怕洗不干净 我湿漉漉的眼神里满是稀迹 妈妈当然是不会拒绝 看着我后背心就交加的疤痕 吓他唸叫唇声 爸爸纹身赶来 看到这一幕 大骂了声畜声 睡觉时 我明明昏的眼皮都睁不开了 却还恋恋不舍地拉着妈妈的衣袖 妈妈温柔地摸着我的头 妈妈陪你睡觉好不好 我摇了摇 含糊不清道 姐姐也要妈妈 没有妈妈很可怜 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我不能抢了姐姐的妈妈 妈妈心疼地把我抱在怀里 我家兮兮太懂事了 妈妈好心疼 就在此时 沈萌萌抱着芭比娃娃 哭得歇斯底里地推开了门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漂亮的芭比娃娃 朝着我狠狠砸了过来 妈妈替我挡住了 额头瞬间通红一片 爸爸愿怒道 萌萌 你做什么 萌萌哭得大喊 我不喜欢她 她和我抢妈妈 爸爸把她送走好不好 我不喜欢她 我从床上爬起来 看着妈妈通红的额额头 轻轻地吹着 痛痛飞走 不痛了 这是小时候我受伤时 妈妈总会这样哄我 妈妈把我抱在怀里 安抚着我 妈妈不疼 妈妈不疼 沈萌萌上来 扯开我和妈妈 结果被爸爸一把搂了起来 她在半空中挣扎 骂我是个冒牌货 而我乖巧地窝在妈妈的怀里 小心翼翼地询问 我不和姐姐抢妈妈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我也好想有个家 爸爸目光柔和地看着我 嘻嘻 这里就是你的家 当天晚上 妈妈留在了我的房间 爸爸也来给我讲睡前故事了 我睡得很好 但沈萌萌应该睡得不怎么样 本以为沈萌萌是没脑子的 但没想到 早上居然还给爸妈做了早餐 看着面前的鸡蛋面条 色香味俱全 就连煎蛋都是金黄酥脆 我余光瞥了一眼 站在旁边笑得一脸慈祥的倦仪 以前我就是被她这张人出无害的脸给骗了 最后结果才会那么凄惨 我低垂着毛子 掩饰内心的愤恨 爸妈 我第一次做早餐 你们试一试好不好吃 沈萌萌笑容还是那么的单纯可爱 好似昨天晚上的哭闹都不似存在 不过我知道她是有点紧张了 不然她性子那么骄傲 怎么可能主动做饭菜呢 爸妈笑着吃了口 夸赞很不错 默契不提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低头吃了口 显得要命 沈萌萌挑衅的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只有我这份才是家乐料的 我笑得一脸纯真 这面条好好吃 热乎乎的还有鸡蛋 我们以前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 谢谢姐姐 沈萌萌一脸比一的看着我 妹妹喜欢吃 那多吃点 妈妈摸着我的头 笑得宠溺道 嘻嘻 你在长身体 要多吃一点才能长高高 我吃着面条乖巧的点头 嗯 以后会和妈妈长的一样高吗 妈妈点头道 当然 于是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识 把碗里的面条加了一半到妈妈碗里 甜甜的道 那妈妈要多吃点 长高高 然后又把碗里剩下了一半 加到了爸爸的碗里 爸爸多吃点才能身体健康 沈萌萌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蹬蹬蹬的跑到了厨房 给自己家里一碗干净的面条 出厨房的时候 看见爸爸脸上都涨红的通红 瞪了眼沈萌萌 我吃着碗里刚端出来的面条 故意面露疑惑 咦 怎么味道不一样了呀 爸爸喝了口水解释道 刚刚面条你姐姐放的太咸了 我醋没 啊 太咸了吗 我们孤儿院的饭菜都是这样的呀 妈妈叹息了声 虽说没说话 但是满脸的心疼 沈萌萌嫉妒的脸都有些猙獰了 没等到她摔碗的声音 我有些遗憾的收回了视线 私立初中 校园欺凌 远远比普通高校更严重 上学第一天 爸爸亲自开车送我们 妈妈温柔的摸着我的头发 嘻嘻 上学别害怕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萌萌 她会好好照顾你的 沈萌萌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嗯 爸妈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妹妹的 我低垂着毛子 乖巧道 嗯 我会好好读书 不会让爸爸妈妈失望的 妈妈轻笑 傻孩子 只要你健健康康的就行 学习不重要 那会不重要呢 有钱人最看重面子 而且我还要给沈萌萌致命一击呢 等爸妈的车走远 沈萌萌一把松开牵着我的手 嫌弃的拿着手帕擦拭手 只高气昂道 在学校你离我远一点 别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 我双手插兜 嘴角勾了勾 哦 是知道你是假千金这是吗 沈萌萌呆愣了片刻 似乎是没接受我突然的变脸 你什么意思 我冷冷的瞥了她一眼 谎话说了一千遍 就以为是真的了 你不会单纯的以为 纠战雀巢久了 就能摇身变成为真千金吧 沈萌萌顿时气得脸都白了 恶狠狠的盯着我 原来你都是装的 就算你是真的又能怎么样 爸妈养了我这么多年 早就把我当亲生女儿了 而你不过中途才回来 拿什么和我比 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 你别想抢 迟早 我会把你赶出去 我似笑非笑 这句话我送给你 沈萌萌伸手准备给我一巴掌 但估计这是校门口 半空中硬生生的把手收了回来 面色猙獰的警告我 等进了学校 有你好看的 沈萌萌脾气不好 在贵族学校也丝毫不收敛 当然 她有这个资本 谁叫我们爸爸 是这里的首富呢 不过学校里有权势的也不少 沈萌萌的死对头 是顾佳佳两边旗鼓相当不分伯种 我提前透露出去 沈萌萌不过是个假千金后 顾佳佳带了一群小弟 在教室门口拦住了她 哟 沈萌萌你后面跟着的女生很面生啊 新来的 沈萌萌回头瞪了我一眼 我乖巧的往后退了几步 她是在我家保姆孩子 关你屁事 赶快给我让开 她话说的底气十足 但我知道她心虚了 边上同学哄堂大笑 顾佳佳不屑道 嘖嘖嘖 沈萌萌你睁眼说瞎话的本事真厉害 你家保姆孩子和你同坐一辆车来学校 沈萌萌脸色阴沉 我家有钱做慈善 要你管 顾佳佳走到我边上 搂着我的肩膀 笑嘻嘻 新来的 你叫什么 我低着头 温顺道 我叫沈嘻嘻 顾佳佳得意的翘起了嘴角 那你和沈萌萌是什么关系 我认真的解释 爸妈说沈萌萌是我妹妹 虽然她和我们没有学人关系 但是也要好好照顾她 沈萌萌气急败坏的甩了我一巴掌 恶狠狠道 就算你是真的有怎么样 在家里 在学校还不都是我说了算 鲜红的巴掌印让我的脸瞬间肿了起来 我没有闹 用手捂着脸 低头掉眼泪 楚楚可怜 大家自然是同情弱者的 而且顾佳佳觉得这一巴掌 是打在了她的脸上 当即就给了沈萌萌一巴掌 两边掐了起来 沈萌萌寡不敌众 而且当初那些小弟 也都是仗着她的家事 现在得知她 不是真千金后 立刻就抛弃了她 于是沈萌萌开始对我撒气 把我抵在教室的墙角勾打 同学们叫了老师 当老师知道 我是真千金后 不敢和以前一样稀泥了 叫爸妈来学校 爸妈看着我被打成这样 当时眼眶就红了 得知是沈萌萌打的时候 爸爸没忍住一巴掌 就直接甩在了她的脸上 这一巴掌 让沈萌萌在师生面前 颜面尽失 回到家后 沈萌萌哭得梨花带雨 爸妈 他们都说你们有了妹妹后 就不要我了 我怕你们不要我 怕妹妹抢走了 你们对我的爱 我今天只是太激动了 真的没想伤害妹妹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 妈妈心软了 拉了下爸爸的衣袖 爸爸叹了口气 罚她关禁闭 我满身伤痕 就换来她罚禁闭 有些不公平 沈萌萌挑衅的看了眼我 满是得意和不屑 我抬头看了眼禁闭室 房间很小 只有张床和个透气的窗户 狭小又阴暗 前世我可没少因为 沈萌萌的陷害而关禁闭 然后和爸妈离心 最后被倦意绑架 送去了精神病院 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虐待 前世我觉得 读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如今却觉得 读书无比简单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写对了就能得分 在沈萌萌关禁闭的半个月里 我成功的在月底考试的时候 拿到了年纪第一名 爸妈很开心 沈萌萌也放了出来 给我庆祝 沈萌萌红着眼眶 委屈到 爸妈 这半个月我在房里很想你们 每天晚上都没睡好觉 也没胃口吃饭 看着爸妈眼神里的动容 我故作天真道 姐姐没胃口吗 不是大半夜的 还在吃烧烤吗 沈萌萌撞红的脸 你胡说 我咋把这眼睛 一脸无辜 可是我明明每天晚上都看到 倦怡给你送夜宵来 说着还拿出了 手机拍摄的视频 我口语不好 所以我都会录制视频 反复观看 这是我下楼倒水的时候 不小心拍到了 视频有些模糊 明显是不小心拍摄进去的 但是能清楚的 看倦怡给沈萌萌 送烧烤的画面 甚至还录到了 沈萌萌抱怨的声音 怎么又是这家里呀 我喜欢吃城北木屋的烧烤 沈萌萌这下子是 百口莫辩了 倦怡立刻道歉 把责任拦着自己的身上 我是看着萌萌小姐 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心里有些不忍心 才主动给萌萌小姐买的 就那么一次 沈萌萌自然的开始甩锅了 都怪在倦怡身上 妈妈叹了口气 算了 反正萌萌也知道错了 小孩子长身体 吃点就吃点 我把玩住手里的筷子 前世我被关进闭的时候 可是经常没饭吃 爸爸汗手 那下不为例 沈萌萌得意的看了我一眼 开心吧 那多开心点 以后可就没这么开心了呢 沈萌萌回到学校 又想要欺负我 很可惜 老师重点关注着我 还有个顾佳佳时刻盯着她 只要她落单 那就是一阵嘲讽 没有人打扰我的学习 我就开始野蛮生长 但月底考试的时候 沈萌萌考了满分 拿了年纪第一 爸妈开心的不行 奖励了沈萌萌不少零花钱 第一名妈 喜欢就让给她咯 爸妈对我的爱 自然而然分了不少给她 我当然不在意了 不然后面的戏要怎么唱 初中升学考试 是重中之重 当天来的不少教育局的老师 还有记者拍摄采访 爸妈把我们送到校门口 边上还有不少家长 沈萌萌信誓旦旦道 爸妈 我一定会让你们为我骄傲 爸爸赞许的点头 又看着我 好好表现 妈妈温柔的摸着我的头发道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考得怎么样 爸妈都很开心 我汗手 乖巧的硬道 嗯 这话是假话 钱是我分不清 这也是我比谁都清楚 进入考场的时候 沈萌萌幸灾乐祸的看着我 只要我拿到了第一名 以后你的日子就惨了 我不在意的笑了笑 哦 那我提前恭喜你 说完就不急不许的走进考场了 沈萌萌在后面气得跺脚 待会儿看你还有没有这么淡定 我心里冷笑 这次监考老师全都是外校的 班级都打乱了作词 看谁能帮他作弊 半个小时候成绩就贴在了公告栏 结果在预料之中 沈萌萌从年纪第一 跌到了年纪476名 全校倒数第一 而我拿回了 让了本该属于我的年纪第一 我接受了记者采访 沈萌萌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大骂 沈萌萌你考试作弊 记者面路疑惑询问 这位同学 你为什么认为沈萌萌作弊了呢 你有证据吗 沈萌萌大声嚷嚷 她之前考试都没考过我 今天突然考得这么好 肯定是有鬼 我实名举报她作弊 这次瞬间就闹得很大了 我们被请进了办公室 沈萌萌先发制人 爸妈 西西为了让你们高兴 考试作弊了 老师们各个神色 严肃在重新检查我的试卷 满分试卷 历年来都是很少见的 但这次出题难度比较大 第二名被我甩了60分 爸妈醋眉 询问我 西西怎么回事 我淡淡地开口道 我没作弊 只是我轻飘飘的一句话 大家明显不相信 沈萌萌笃定我作弊了 在边上假模假样道 沈西西 成绩不好没关系 但是作弊的话是品德问题 这查出来都是要开除处理的 只要你认错 学校老师只会给你寄过的 边上老师也点头赞同 沈西西同学 你诚实说有没有作弊 一双双阴气的眼睛 好似都期待我说出作弊的话语来 让这件事情画上个圆满的句号 甚至还有记者对着话题问我 沈西西同学 请问作弊得来的第一名 会让你光荣吗 一句话就宣判了我的死刑 爸妈眼中也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沈西西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沈蒙蒙一脸为我好 妹妹 你赶快承认吧 不然爸妈真的会很生气的 数学最后三道大题 在黄刚期末训练第三套 第五套 第八套试卷上出现过 语文的阅读理解 是学校发的课外书籍 诗词复册第48页上出现过 英语的作文老师 曾给我们念过范文 还让我上台默写了单词 唯有真正学进去的东西 谁也拿不走 老师们翻阅的我说的练习册 果然找到了题目 点头 英语老师也复合道 对 这作文我是讲过类似的 西西当时被我叫上去默写了 眼看大家慢慢的相信我了 沈蒙蒙做不住了 大喊道 就算那些题目你做过又怎么样呢 谁考试能拿满分的 肯定是你提前偷了题目 解题这事情就很大了 因为全都是外校老师监考发卷的 老师们纷纷表示试卷没离身 但也没办法保证 时时刻刻都盯着 沈蒙蒙得意的看着我 解题这时压根没办法自证 我勾了勾唇脚 随手把试卷收起来 看着监考老师诚恳道 为了证明我们彼此的清白 麻烦你们当场重新出试卷 给我们俩做吧 这种先例以前也有过 沈蒙蒙脸色有些难看 但看我信心十足 犹豫了片刻也点头了 也是 每次都把第一名签让给她 让她真有一种比我厉害的错觉了 办公室里响起刷刷的作答声 沈蒙蒙写得很快 自己优美 答题卡上画的黑矿也整洁无瑕 而我写得不疾不徐 安安静静的写着 偶尔还在草稿纸上写一下演练步骤 很快沈蒙蒙试卷就写完了 得意的回头看了一眼爸妈 爸妈也露出会心的微笑 但在看向我的时候 眉头都猝了起来 等我也交卷后 老师们开始改卷了 改沈蒙蒙试卷的时候 老师们速度飞快 而改我的时候 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还微微猝着眉 沈蒙蒙幸灾乐祸 妹妹 现在有这么多媒体记者 学校想包庇你也不行了 你肯定是要被开除了 我揉着手腕 随口接话 那爸妈肯定会很伤心 沈蒙蒙看着我冠冕堂皇道 都知道爸妈会伤心 你为什么还要作弊 妹妹你这么虚荣是不行的 只有靠自己努力得到的 第一娜才是属于自己的 看着她现在笑很甜 也不知道待会儿 能不能也笑得这么甜 乐卷老师交换改完卷子后 开始公布结果 沈蒙蒙同学 七门考试总分351分 沈熙熙同学 七门考试总分749分 扣了一分卷面整洁 煞时 整个办公室诡异地寄进了下来 记者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调整摄像机 对到沈蒙蒙脸上 请问沈蒙蒙同学 你为什么要冤枉自己的妹妹作弊 你平时第十年级第一 是否是作弊来的 你是怎么作弊没被发现的 这时沈蒙蒙还不死心 大喊着我作弊 可惜没有一个人 在相信她说的话了 而且 她还被自己的乌鸦嘴说中了 校长为了平息这件事情 带来的舆论压力 直接把她开除了 这次沈蒙蒙回到家 被爸爸揍得更惨 拿着尺子就在她身上抽 妈妈在边上 看得眼泪汪汪的 转身抱着的让我别看 嘻嘻 是爸妈不好 下午没有相信你 我乖巧的道 没有关系 因为我也没想到 妹妹居然会作弊 而且还冤枉我 这时爸爸打得更狠了 沈蒙蒙 谁教你作弊的 还冤枉姐姐 沈蒙蒙哭得稀里哗啦 身上都被抽出了血印子了 爸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爸就好像没听见一样 他下午可是在学校里丢了脸 心里的怒火一时半会 还消停不了 直到沈蒙蒙哭得 都没有力气说话了 爸爸这才放下尺子 保姆心疼的 扶着沈蒙蒙回房间休息 中途路过我的时候 那双慈祥的眸子 也变成了阴冷恶毒 我低垂着眸子 掩饰内心的兴奋 她终于要动手了吗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的 过了半个月 没看到沈蒙蒙的日子 真是很惬意 爸妈把全部的爱 都分享给了我 毕竟这次我考得这么好 让他们脸上有光 嘻嘻 晚上我和你爸爸 有个重要会议 晚一点回来 你自己早点睡觉 妈妈蹲下来 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又宠溺的摸了摸我的头发 我乖巧的应了声 嗯 爸爸妈妈路上注意安全哦 我会乖乖的在家里看书 爸妈夸我懂事听话 我往前走了一步 绑住了在茶几上的文件夹 听着外面汽车的发动声 我也转身回了房间 嘻嘻啊 这么晚了还在做功课呢 先把牛奶喝了 再做作业也不迟 倦姨端着热牛奶 笑盈盈的站在我旁边 我旋转着手上的笔 浅笑 你放着吧 我晚一点喝 倦姨一脸为我好的表情 不行 牛奶啊趁热喝才对身体好 乖 听话 先喝了牛奶再做作业 说着 已经把牛奶递到我的嘴边上了 我显腻了眼桌上的闹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猛地推开她 热牛奶倒翻在地 倦姨也不装了 伸手就抓着我的领口大骂 你个小贱皮子 居然敢把萌萌伤成这样 当初就应该掐死你 我挣扎地推开她 但是力气不够大 毛子里瞬间猙獰了起来 上的力道顿时加重了几分 这时我张红着脸大口喘气着 救命 救命 倦姨心红着毛子 好像疯了一样 既然你知道了这个真相 那就留不得你了 我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时 门终于被踹开了 千军一发之际 爸妈冲了进来 嘻嘻 妈妈看着我脖梗上勒红的印子 哽咽地说出话来了 爸爸一巴掌 狠狠地把倦姨踹倒在了地上 你居然敢伤我女儿 谁知是你的 倦姨趴在地上 捂着胸口疼得倒吸凉气 我猛咳了几声 嗓音沙哑道 爸爸你放过倦姨吧 她也只是为了姐姐 爸妈顿时呆愣在了原地 明显不懂什么意思 倦姨爬起又要打我 爸爸一脚又把她踹在了地上 萌萌怎么了 我在旁小声解释 倦姨是姐姐的亲生妈妈 她觉得姐姐作弊被你打都是我的原因 所以今天才想掐死我 当然 倦姨原本目的是想绑架我 但不重要了 倦姨疯狂地摇头 不是的 你骗人 萌萌不是我的女儿 妈妈也震惊道 萌萌你说的是真的 我虚弱地咳嗽了声 我早上晨跑的时候 听到倦姨打电话亲口说的 而且倦姨对萌萌特别的好 长得也有几分相似 对我这么一点醒 爸妈后知后觉的也反应了过来 仔细地打量着倦姨 倦姨突然挡住脸 这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我装作无意道 我还听倦姨说我命大 没有死在雪地里 爸妈当初你们弄丢我的时候 是下雪天吗 爸妈对视了一眼 毛子里全都是不可置信 倦姨死咬着口 没有 西西小姐的走丢 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爸爸眯着眼睛打量她 如果你不说实话 我们就把萌萌做送走 听到这句话 倦姨这才认怂 一个劲地跪在地上磕头认错 爸爸报了警 倦姨被抓走了 拐卖儿童孤进去几年 但沈萌萌运气很好 全程都在房间里面看书 躲过了一劫 爸妈心地善良 决定还是继续养着沈萌萌 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 也不是假的 沈萌萌虽被学校开除了 但爸爸花了一笔择校费 让她和我上了同一所公立高中 因为私立高中的读书氛围 我不太喜欢 没有了卷移后 沈萌萌在家收敛了不少 对我也客气了起来 终于明白自己的身份了 抱歉啊 晚了 我是最好的火箭班 而她是吊车尾的学渣班 都是一些有钱会玩的公子哥 因为住校 所以沈萌萌开始放飞自我了 开始抽烟 逃课 而我假装什么都没看到 更是不会回去打小报告了 甚至在篮球比赛的时候 我还无意夸赞了校爸一句 长得好帅哦 很快 沈萌萌就和校爸手牵手的 公然在我面前秀恩爱了 妈妈给我夹着排骨 感叹道 好好的家里不住 为什么要住校 看看你们俩都瘦了 我摸着自己的脸 肉乎乎的 到现在我还有婴儿肥呢 妈妈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学校里的伙食很好的 比我以前在过儿院的好多了 爸爸哼了声 那哪能比呀 你看萌萌瘦了一圈了 说了就给他夹了红烧鱼 我抬头看了眼沈萌萌 他瘦得了不止一圈 眼圈都凹陷进去了 神色也很憔悴 妈妈心疼道 萌萌 学校伙食再不好吃 你也要多吃点 看现在瘦成什么样子了 要不你还是回家来住吧 司机接送 你就半个小时 沈萌萌急忙拒绝 不用 在学校里挺好的 说着就往嘴里塞着饭菜 狼吞虎咽的 爸妈心疼得不行 一个劲的给他夹菜 而他也来者不拒 晚上路过沈萌萌房间的时候 听到他清晰的呕吐声 校运会要开始了 全班师生都在准备着 体育课开始这儿八经的跑步了起来 沈萌萌总是请假 站在边上看 不知怎么的 就有人传谣说他怀孕了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有些嘴碎的男生 说沈萌萌很开放 和校爸开房时 其他男生就在边上看电视 这种谣言多了的时候 老师们就开始找沈萌萌谈话了 这周末沈萌萌没有回家 借口是去同学家里玩去了 再见时他整个人更瘦了 若不经风 我也没有闲心关注他了 因为要考试了 考试完了开家长会 我依旧是稳稳的年纪第一 而沈萌萌是年纪四百年开外 爸妈为了谁给我开家长会 争了好久 最终是妈妈胜利了 家长会上 妈妈被老师夸赞了许久 还拿我当例子来讲 家长们也纷纷和妈妈取经 最后 我还去了沈萌萌的班级去演讲 爸爸坐在最后一排神色游远 但看到我使眼睛都亮了 骄傲的和边上的家长 说我是他女儿 沈萌萌一双怨毒的眼睛盯着我 嫉妒吗 好好嫉妒吧 这是你最后能看见我的背影了 家长会后 爸妈被请到了办公室 在里头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但出来的时候 爸妈脸色很难看 回到家了 爸爸才恨铁不成钢道 要么复读还要转校 你自己选一个吧 妈妈在边上叹气 劝退 沈萌萌 我和你爸也没指望 你能考上多大的大学 但你这样也太不争气了 你在学校到底干了什么 沈萌萌够狠狠地盯着我 我坐在沙发上吃着苹果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我不过无意间 在老师面前提了一句 老师 最近有同学反应 学校风气不怎么样 为了防止我这种优秀的人 才被别的学校挖走 所以就开始整顿校园风气了 沈萌萌选择了转校 复读这么没面子的事情 她做不出来 转校那天 妈妈去的学校帮忙办理手续 却被校爸拦住了 阿姨 我以后一定和萌萌好好读书 求求你不要把她转走 这下子 沈萌萌早恋 打胎的事情就暴露了出来 气得妈妈当时就给了沈萌萌一巴掌 结果校爸护住沈萌萌 阿姨 有什么事情你就冲我来吧 而沈萌萌也被感动了 和校爸直接就双宿双飞了 妈妈直接气晕了过去 爸爸急匆匆地从公司赶回来照顾妈妈 感叹 果然不是亲生女儿 怎么养都养不熟 再见到沈萌萌是五年后 我继承了家业 开超跑和妈妈逛街 而她身着廉价的短裙 被个四五十岁的油腻大叔搂在怀里 脸上带着泪笑 妈妈认出了沈萌萌 惊讶的没有说出话来 我开口询问 要不要和姐姐打个招呼 妈妈厌恶的摇摇头 她仅存的一点心软也彻底消散了 可就在此时 沈萌萌看到了我们 眼里瞬间迸发出了金光 大喊 妈妈妈 边上油腻男人吃笑了声 给她一巴掌 你还真敢喊 她要是你妈妈 我就是你爸爸 说着就直接把她给搂走了 看着她又哭又笑了 真可怜 妈妈摇摇头 活该 晚上应酬回家 半路上汽车抛锚 刚下车就看到突然窜出来的沈萌萌和倦怡 沈萌萌站在旁边 面容猙獰恐怖 鼻音全都告诉我了 是你要她勾引我 你怎么这么恶毒 倦怡站在我的身后 阻拦了我的去路 我勾了勾唇 吃笑道 你知道当初我给零多少钱吗 才三千块 可真值 沈萌萌听到这话彻底疯了 看来这些年被笑霸折磨得不轻 倦怡掏出匕首往我走来 在月光的折射下寒光凛冽 我挑了挑窗户 嘴角上扬 下来吧 后排车门打开 里面走出了六七个金状的汉子 他们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我把他们送进了精神病院 交代了护士好好照顾他们 前世我遭受的那些非人的折磨 一样一样还回去 我回到家 客厅里灯火通明 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妈妈从厨房端出了炖好的汤 笑着招呼我喝